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歡迎 好 我今天… 我拒錄… 拒錄 我覺得這個內容真的太可怕 太過分了啦 女性觀眾朋友他們強烈要求說 我們想要看這樣的內容 他們想看 因為女人90% 生命中90%是愛情 10%是事業 男人90%是事業 10%是愛情 完全沒有平衡 對 他們最大公約數 經常也就是那個個位數 兩個人大家有共同點就那個個位數 所以糟糕了 男女大不同 所以這個男生像那種愛情廢材 就很多了 愛情廢材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愛情上面他是個廢人 你這句話跟沒有臉書是一樣的 他是個罪人 但是他還是個爛人 對 這個爛人 就是說你食之無味 氣之又可惜 對不對 這女生的角度就是說 有個男朋友在這裡摸人 這樣也好 對不對 有人照顧還不錯嗎 來…歡迎三位 歡迎梁宜辰 歡迎 宜辰 宜辰有遇過壞男人嗎 我實在是無法理解 我遇過 可是我算還滿會保護自己的人 就我有遇過一任男朋友 然後我們在冷戰的時候 他竟然就在冷戰期間 去跟別的女生約會 而且之後我才發現 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Oh my God I'm very busy 我就切斷 結果後來不到一個禮拜 那個男生 不是那個切 快不到一個禮拜 那個男生就帶新女友 還在交流禮拜 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場合是 大家有很多共同朋友一起唱歌 然後他就牽著他的心靈走進 太低級了 然後還在我面前 然後就說爸我們來喝一杯 太廢了 茵茵妳這一輩子 不是這樣嗎 有嗎 有沒有遇過好男人 就是 是不是天下午只要一半黑 有一點少 對不對 遇到的情形是我覺得 手機 男生手機真的不要亂看 你是怎麼樣偷看嗎 他就是把手機突然放下來這樣 然後我想說我只要看時間 我就要拿起來這樣看一下時間 他就抽走 有鬼了 1010300兩 女人的第六款 他還跟我說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我說怎樣 對啊 我看個時間怎樣 他就說我不喜歡人家看我手機 我說 好啊 我沒有要看你手機 只要看時間 回家的時候我就覺得怪怪 現在不是感應指紋嗎 他那天就有點喝多了 我就把他說 麻糊過了感應 嗨嗨嗨嗨 妳的感覺啊 直接就開了 每一個通訊軟體WeChat Line WhatsApp全部看 我跟你講只有心碎 心碎 真的假的 心碎比快樂更真實 我們中間就是有分開 就是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是以前就是有 對 他們又有聯繫上 天啊 可是那時候你們分手啊 可是後來又在一起 對 那是一個感覺 那是一個感覺 那彥均呢 妳 什麼 我也是有啊 那前男友是哪 我覺得應該就是吃我的 喝我的 住我家 然後沒有付任何錢 然後最後還披抖 養他 妳都是養師妹 等於是養了一個兒子 對啊 對 我覺得這很過分 搞不好今天會來六位 當中有前男友的份子 不 可以認清一下這樣嗎 真是的 好 來 我們現在第一位已經準備出來 旁邊這兩位壯丁不是在吹牛的 不是在怎樣 等一下妳如果覺得這個告解的人 實在是沒有誠意 這種人應該出來直接讓他洗門 抓出來好不好 好… 來 第一位在我們後面的 來 歡迎 妳好 哈囉 好高喔 妳有什麼要告解的 我以前都把女朋友當狗在罵 而且我可以用三字經寫成詩 好沒評喔 那妳因為什麼事情罵他 可能他很過分或什麼的 不是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非常喜歡打遊戲的人 然後打遊戲要打到每日每夜 甚至連女朋友都不會理 然後有好幾次我女朋友 為了想要融入我的生活 她一直無意間跟我提說 我陪妳一起打可不可以 可是每一次她都打得很爛 然後每一次我都會罵她 然後比如說好幾次 我就直接罵她說 真的把這個遊戲當遊戲打 你不知道這裡是戰場嗎 真的把它當歡樂場耶 你很沒水準耶 真的Rap不錯耶 你有試著融入她的生活過嗎 我不在乎 你幹嘛跟她一起啊 出來告解的耶 好 你會不會覺得 你當時是因為根本不愛她 我覺得沒有耶 我覺得我把它當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拿來陪伴而已 對 我不是講了就是說那個 力刀傷人痕一合嘛 這個傷痕容易合起來 對 真的 那話一出去就是言語暴力了 對不對 是霸凌的一種心理的創傷 我絕對不會用語言去傷害 對不對 我用行動 什麼 什麼 你不可以嗎 你不可以嗎 先抓她… 對面有警察局 不能那種語言暴力嘛 對 語言暴力很過分 每一個這麼可愛漂亮 然後跟你們談戀愛 然後到最後還要在那裡 不得了嘛 梁以辰 對嘛 女明星嘛 你不同嘛 什麼 她是提前座… 她是提前座喔 第二件要告解的 就是我很愛工作 我愛工作 愛就是大於女朋友這件事情 然後曾經有一次 90%是事業嘛 10%才是感情嘛 對… 就是有一次女朋友 特別精心策劃了一場就是 情人節 而且她很早很早之前 就跟我預約 因為她訂了一家 非常難訂的餐廳 而且單價都非常非常高 可是我是屬於那種 只要工作一來 我會隨時完全忘掉這件事 我會把它丟在一邊 就是不好意思跟她講說 女朋友對不起 我突然有一個工作 然後我都一直不敢開口 什麼不好 可是你答應嗎 還是你那一天有別的女人 沒有…就真的是去工作 然後結果呢 要工作前的一個小時跟她講 她簡直氣瘋了 當然氣瘋 然後結果她就 你在想她說 然後她就把她自己 那一天要穿的新買洋裝 在我面前當場剪破 剪破就算 沒有燒給妳喔 太氣餘了吧 她要把妳整個人剪破耶 對 可是我會很生氣 我會說妳幹嘛 沒事剪妳的衣服 然後我就丟了三千塊說 妳再去買一件新的我就走了 你當我狗啊 想買三千塊啊 用丟妳 用妳的錢啊 妳有工作妳就早講嘛 行對不對 不行 感情不是錢能解決的 對 而且還是丟三千塊說 妳再去買一件新的 要不然以前在一起的一次 要不然算一萬二 我要三千 定了 算是太行情了 對啊 真是太奇怪了 但妳現在改過了嗎 我現在改過了 確定嗎 確定… 我非常感謝我歷任女朋友 才遭就現在的我 請問閣下現在結婚了嗎 我結婚了 結婚了 而且還有育有一子… 育有一子 育有一子 那有討論過離婚的事嗎 當然 也不會有啦 也不會有 那我就放心了 來 馬上讓她出來跟大家見面 來 讓她帶出來 把她扛出來 帥 GO 誰啊 喂 來… 妳為什麼罵妳女朋友聲自己 不是啦 不是她啦 不是她啦 不對啦 是中間的啦 傻瓜… 來… 對 她還準備接受訪問 對 不是 她也要告解 原來是鮪魚 對啊 我以為妳是好男人耶 沒有錯 妳是個帥哥 但是妳以前做這些事情 真的太糟糕了 沒有 我覺得男生都 不要嚇嘛 對 所以現在不敢了 即任的女友當中 對 最後分手的 比較明顯的契機跟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報應了 就是女生喝到早上都不回家的那種 是一隻掌跡一隻 對 用妳的方法來處理 對 就是她每一天都去跟人家交際應酬 然後喝到不回家 喝到消失這樣 讓妳感受她的感受 對… 天蠍座啦… 怎麼會 你們兩個之前在一起多久啊 被發現了 天蠍座可怕 好啦 妳這還不是最重鎮 我們今天六位要挑出來一位 這不是重鎮 直接帶到我們那個民族東路門口那裡 民權… 洗門風 好 請坐…鮪魚 好的 下一位要出來告解的是誰呢 來 歡迎第二位 是矮短型的喔 這是 直接拖出來 我這好像跑到又看得出是誰了耶 這幹嘛 這是 沒有 我沒辦法裝不知道 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吧 嗨 妳好 請問妳要告解的是 跟前女友的事情 我不在乎 太快了 謝謝 中樓外人也有女主角嘛 是不是 對啊 怎麼樣 中先生 曾經我交往過一位女朋友 她是對我有好感 OK 然後可是她的身材是稍微 妳刺激 妳是演講人家 誰在妳海邊都嫌瘦 因為那時候可能沒交什麼女朋友 所以會有一點點心態是 不喜歡還是在一起了 稍微…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我就會希望她可以為我改變 所以我就會不斷的在交往的過程 跟她說 寶貝我覺得妳哪邊比較肉 好噁心喔 妳叫她寶貝 有一種油膩感 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是拍拍她那個白白 她的蝴蝶秀 對 就說稍微肉囉 我說半年內 妳如果沒有瘦到45公斤 我就跟妳分 我就跟妳分手 她有嫌棄過妳的體型嗎 她有希望妳減肥嗎 沒有 那時候我比較自視甚高 我覺得我的未來 還是非常有希望 我可能還能夠再交往到 像是 感覺的女生 也是滿會做夢的 這個水往底座由人往高 這個是在所難免 選擇對象那更是如此 但結果那段感情 後來就還是跟她分了 那就是因為體重的關係 對 所以現在我是在懺悔的 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個要告解的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會跟 比較好一點的前女友 保持良好的關係 甚至是曖昧一點的感覺 對 那時候有現任女友嗎 那時候有女朋友 但是我都還是會定期的 傳簡訊跟她們問候 然後甚至是傳一些比較 就是曖昧的 斷得不甘不盡啦 對… 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還想跟她怎樣嗎 還能有什麼 只是因為我是怕寂寞 所以我會保留這些線 然後萬一如果我跟我這個 女朋友分手之後 我就可以就是無縫接軌 是為了要無縫接軌 妳說的是真的嗎 怎麼… 怎麼會是你啊 這是以前的我啦 所以我今天是來懺悔的 來人啊 把這個也抓出來 我想看到她耶 我想要看嗎 OK啊 誰啦 都刪出 騙人 到底憑什麼 來… 幫他叫季晨晨 掰故事 到底憑什麼 你憑什麼 來掰故事的 你這一身感情應該都很坎坷吧你 其實我在想說我應該是有點 騎驢找馬的感覺 不要跟我講話 就是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你可能交了這個女朋友之後 你看其他女生你都會這樣 可是你連驢都不如耶 你憑什麼騎驢找馬 你是騎驢 騎驢 你倆是誰啊 太過分 雖然你不願意承認 因為有些人喜歡就是 就是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每一任女友 都是你甩他嗎 其實都是我被甩 都你被甩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會不斷 我可能到後面 可能就是沒有到很愛我 就是他會不自覺會流露出 一些不珍惜的話 他這個就是用什麼方式 什麼… 他用蛋粗 OK啦 下一個會更好 所以我其實 他還不是算最可惡的 最可惡的都在後面 都在後面 誰有這麼可惡 我的刀 我的刀給我 人家這個帥哥 我覺得山豬做對女朋友 做最壞的事情 怎麼樣 就是 真的 什麼 他一輩子 對啊 一輩子 一輩子 女生婚了才會結婚 早餐了 來… 謝謝山豬 問題不大 張慧中劈腿 敬禮直細狀 吳莊憲到董思琪 我都要笑的女生 批六個女生 我很恨女生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去跟她們交往 你怎麼忙得過來 一定忙得過來 而且同時約兩個女生 看誰遲到我就把她開除 批完腿之後 你會覺得更有安全感 你心裡變態耶 你要去看心理醫生 我要請她出來處理 我直接交代一下 他聾了… 你這樣做這種事 你這樣可以批六個女生 她的不是說內容有多可惡 被中邀是 真的 怎麼聽起來 帶一個看看是誰要來告解 應該很過分 那麼妳想告解的是什麼事 我年輕時批六個女生 明南威娃娃娃 女生 她的條件可以批十個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我很恨女生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去跟她們交往 妳恨女生 妳為什麼 妳幹嘛 妳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曾經被多次的拋棄過 被劈腿過 重點是我曾經也想當鴨 但失敗 我們會一起的關係嗎 認真的道解好嗎 認真 我講得都真話 妳不要相信 我不要勉強 沒有 人家後面這位哥哥講的 有可能 真的假的 男人也 女人也會突然間她被受傷 男人的傷太重了 好 整個你們做媽媽撈下去了 對 對… 男生會這樣 你說你同時批六個 那你怎麼忙得過來 我一定忙得過來 而且同時約兩個女生 來 測到她們的忠誠度好不好 這是女友嗎 講得你好像是曬潘安一樣 問題你劈腿 對 然後到現在你心裡面一點 後悔的心都沒有 對 她講起來好像還滿重的 對啊 妳還六個 她是來告起來還是來炫耀的 她引以為好 妳也是被傷害過 那妳要去傷害別人 對啊 妳劈腿劈六個女生 六個這太多了 真的 妳有小孩嗎 太Over了 我現在結婚了 有小孩了 女兒 有女兒兒子 有女兒 女兒 女兒如果是那六分之一被別人劈呢 什麼 生命中充滿了很多歷練 誰那麼衰啊 這是著床的過程是不是 不是 有時候女人不能對她太好 會在妳頭上拉屎 妳有被拉屎嗎 而且妳劈完腿之後 妳會覺得更有安全感 能夠掌握起來 妳要去看心理醫生 妳要去看心理醫生 她絕對不是來告解 等一下那個寶貝 就像歐太那個把她拉出來 妳要出來危害社會 可以聽我說誰嗎 妳講… 如果妳情有獨鍾 妳感情太專一 就是被吃得死死的 所以男人要聽我的勸告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不要交壞 對 但是 那是笨小孩裡面的歌詞 對啊 她們說城市裡男不壞 女不愛 怎麼想也不明白 媽媽說真情愛 鬼愛得很精采 結果我留個女孩 有嗎 分小孩 依然是堅強得像石頭一塊 這是晚上寂寞男孩 還有第二條 第二條的部分就是 她竟然劈腿就算了 在選女生上面還有一個 非常低級的條件 什麼條件 我跟你講 男人有錢變壞 女人變壞有錢 所以我喜歡 是小白臉 我尤其條件不好 但是我會從她的飾品 男人有錢變壞 女人變壞有錢 所以要娶有錢的女人 她才不容易變壞 什麼 什麼 第二條耶 你是不是來混淆我們的 那個繞口令不算 就是說你只跟有錢的女生在一起 對 而且要看她的戒指 皮包 鞋子 穿著 甚至於問她們家的地址 靠近哪邊 只要有象根弄的 象根弄的就對了 那她又做凱達格蘭大道呢 妳難道沒有聽過一個成語嗎 奇怪 一個諺語嗎 人家說菜好不怕象弄生 對 人美不怕價錢貴 亂講話 什麼價錢啊 什麼價錢 什麼價錢 不要問啦 就是說長得那麼漂亮 開那麼貴的 我們還找她來拍廣告 有 時薪… 時薪比較高 她的退也要高一點 我們這樣也接受 不能接受 你有時候在她身上得到什麼東西 比如說要她送禮物給你嗎 我曾經因為這樣子 得到女朋友送兩支勞力士 跟養我一年這樣子 養你 就是住房子 就是跟她住在一起 讓她付房租 這個…我要請她出來處理 我先交代一下 受不了 拿 抓出來打 那是過去的事好不好 處理 先揍一拳… 先打一頓 對 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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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來… 拖出來… 揍她 加油… 超過分 你竟然做這種事 怎麼可能 送命界的郭富城 你這樣可以批六個女生 我不相信 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有事 我身材不好 可是我的五官輪廓 年輕的時候是好的 是OK啦 30年前的時候 沒有啦 30年前我心裡 我是說能力的方面 你怎麼可以批六個女生 那你這種身高 我就不會看到眼裡了 嚇人家 什麼都好嚇唇 嚇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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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觀點裡面是優生學 對我來說是失敗很重要 嚇死我了 不行啦 傷人太傷 對啊 你也希望 另一半對你忠誠吧 如果他也這樣 知道被批那麼多個男生 你也只是陪他 你有被批過吧 我批 我常被批 我看冷淡 我們當兵兵變六次 三進三出 無所謂 兵變六次 就叫他下海我也願意娶她 無所謂 三進三出 為什麼六次 什麼東西啊 不是 被批腿六次 六個女孩子批 我被批 然後喜歡一個 她跟別人跑了又回來 跑了又回來 對 吳他跑了又回來 原來是才 他就是豬哥亮本人了 為什麼他越來越俏皮 阿倫剛剛越來越俏皮 他不害你啦 他不害你啦 我們講 他的不是說內容有多可惡 那麼狂批很多很多 最重要是 沒有 對啊 怎麼聽妳 對啊 怎麼聽妳 我把妳也做戀耶 還要連做壓 來 下一位 誰要告解的 第四位 雷虎 雷虎 我知道我們已經快氣到吐血了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個兒還滿高的耶 妳好 戴帽子 沒有錯 連長今天要來這邊告解 偷偷偷聽過你的 好好說話 是你 喂… 好明顯喔 這太快了 阿虎要告解什麼 不要再裝了 哈哈個屁 妳要告到披一個開窗臉的人 還拿別的男人去作案 假鬼假怪 假鬼假怪 請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以前有個壞習慣 就是我喜歡在女朋友在的時候 跟其他女生傳曖昧訊息 事情是這樣子的 以前我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在傳曖昧訊息的時候 就會趁著女朋友在的時候 最嚴重是有一次 就是還叫那個曖昧的女生 就是傳性感的照片給我 那我會逐一篩選這樣子 好扁篩選什麼 就逐一篩選 然後遇到喜歡的話 我就會傳一個那個 烏龜抬頭的圖案給她 代表我喜歡 為什麼一定要在女朋友面前 一方面是比較刺激 然後第二方面就是 因偷竊的那個慾望 然後就偷得快感 偷情 偷情 親不如竊 竊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著嘛 是… 雪梨克 偷什麼啊 偷不著不如偷被抓到嘛 太變態了啦 他全體重險的感覺對不對 憲哥這套理論是男生嗎 還是說女生也是這樣 女生也會 是嗎 都會… 女生她的這種 身體不一定出軌 但心理出軌的狀況其實很多 很長 而且很高 所以你看韓星有沒有 那個賣票每次都賣光 對 原因是什麼 心理出軌嗎 然後每一個都舒太太 有沒有 對啊 每一個都宋太太 宋仲基太太 現在是有太太 我老婆會變宋太太了 真的 而且你老婆宋太太 對啊 宋… 宋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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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顧高姐 爭男神經 武裝線哪壺不開 提哪壺 因為我從外地回來工作 然後回來之後他就音訓全無 能處理的分手 經過三年之後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 我又繼續裝作我要追求他 因為這樣他從嘉義 然後我也感覺到實際成熟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以為我真的是要追求你嗎 你… 你等於是把他追回來 再狠狠地用掉他 自甩掉 自甩 不是用掉 對 但是有用吧 你不要問他 他糾結在他 第二個要告解的事情 就是曾經有一次我跟小三約會 然後被女朋友抓個正著 但是當下我就堅守當初去 然後把女朋友罵了一頓 因為我覺得她不夠信任我 所以跟蹤我 才會發現這種種的一切 然後罵到最後 她反而過來祝福我跟小三 希望我們戀情順利 天啊 我覺得你可以去賣保險 對啊 我覺得你可以去做業務 賣保險啦 就是企劃行銷都會好 寧願留下祝福的時候 你何必留下詛咒呢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 女朋友就是管太多 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一定要找個出口 所以才會認識這個小三 出口就是出口 你可以自己去找 很多公共場合都有 綠色的那個牌子對不對 氣瘋了 氣瘋的冒煙耶 愛一個人…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我愛你嘛 但是要恨一個人 要跟她分開的理由 要不愛一個人 有一點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然後還有一種 最可怕的理由是說 我不知道 我也想不出什麼理由 它那個叫綜合性理由 兩個人在一起 後來說 那妳為什麼跟我在一起了這八年 這八年的感情算什麼 她突然間跟她講 後來我才發覺 我不是愛妳 對不對 假的 習慣好可怕 憲哥感觸良多 已成講中妳的心事對不對 好難過 我覺得這故事也太… 這樣對女生很不公平耶 對啊 在愛的世界裡沒有公不公平 這件事 對她的評斷是怎麼樣 因為前面實在是太過分了 突然覺得這個還好 還算善良 我覺得她還好 對 就是硬比起來的話 至少她就是 有本事講到她女朋友答應 她唯一缺點可能就是 她唯一缺點可能就是不講真話 她有更…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還在顧形象 還在顧形象 愛說謊 只是覺得這些男士怎麼這麼壞 怎麼會有這種 幸福美滿的呢 現在改過了 而且看起來都人模人樣 但是竟然哪有東西 對啊 你說誰 不是 就看起來應該是要乖乖的人 現在就看起來這麼忠厚老實 其實我一直都是滿忠厚老實 只是偶爾會有 還是男生嘛 男生是比較下半生思考的動物 還是會有上面 你不要把我伸手機來 你以前玩成這樣子還不是這樣 好 來 抓出來 抓出來 一位 揍死他 相當不誠意的人 快點揍 阿虎 不是… 不是說我的行徑還好 不用出來嗎 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老虎了 你胎哥… 受不了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還好吧 對不對 最輕微的 輕微啊 對不對 其實還好 算…去做好去 怎麼還 對啊 改過 太輕微還要被吐口水是不是 好 來 裡面這位 下一位 第五號 歡迎 對…大家好…對 對 我今天跟他講 阿虎嘛 出來了 出來了 誰選我 出來了 傻啦 對…大便一大 對 很久很久 對 為民哥的聲音嘛 是…對 好 配合你很久了 你要告解什麼 我以前在交往的時候 我覺得只要被女生先分手 我就覺得我自己輸了 對 所以我有一個女朋友 準備我跟他感情快不行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提 我就要跟他主動提分手 我在跟他提之前 他就想跟我先提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 他已經有一個曖昧的對象 對 所以我就為了報復他 然後我就在他身旁的朋友 然後找到跟他最不合的那個 然後去跟他講說他很… 那個字超沒水準的 對啊 對 那是以前 但是我就傳出去講說 他不是只有我這個人 他有曖昧對象 然後他曖昧對象之後 他還有一個曖昧對象 然後這個話就傳到 他曖昧對象的耳中 然後也跟他分手了 然後 報復成功 對 直到 好幼稚喔 所以直到 後來大概兩三年 他都沒有再交男朋友 就搞頂住就對了啦 毀棒他 君子斷交 口不出惡言 真的… 對啊 而且你把你的 你把你的前任都講得像 就是麻布袋這樣子 對你有什麼好處 他說你只會交那些麻布袋 然後就覺得你也是Hello 因為你已經瞎了 你應該把他們講得很好 說是我不夠好 大家說不要 你很好 是他們不好 對 你要有你的風度 對 你要有風度 會不會做人啊 對 我以前真的非常不成熟 明明這女兒是聚保朋友 不要講到這邊談魚對不對 這不行的啦 太低級了啦 講這樣搞不好真的是談魚了 還有… 還有 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我一個 曾經交往28天的一個女朋友 28天 這是女朋友嗎 這感覺跟月經沒兩樣 比月經還短 周琦 這個是我聽過非常糟糕的一個 你說 因為我從外地回來工作 然後回來之後他就音訊全無 然後什麼消息都不給我 對 然後我一樣 我也是感到很生氣 冷處理的分手 冷處理的分手 他什麼都不講 然後結果經過三年之後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 然後真的很巧 就剛好去排鞋子 然後遇到他 後來我又繼續裝作我要追求他 但是我心裡有一個計畫 一直在盤算 結果他 因為他本來是住嘉義 然後他因為這樣 他從嘉義再搬上來 在台北跟我一起住 然後我也感覺到時機成熟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感覺到你已經愛上我 沒有 你等於是把他追回來 再狠狠的用掉他 對 狠狠的甩了他 是甩掉 憲哥 是甩掉他 這樣寫 不是用掉他 對 那是有用吧 你不要問這個 他糾結在那裡 人生的學生嘛 對 這為了要報仇嘛 太傻了 然後他的心情是什麼 是六位掛材 假有心 什麼 黃以琳的歌 又要換 他又是換歌 黃以琳… 黃以琳 六位掛材 假有心 黃以琳… 草頭黃 後來 後來才知道接到一封 沒有… 沒有… 還有夢中的情況 阿米老師最榜的一期 同時她聽這首歌的時候 怎麼樣 她想到了什麼 怎麼樣 手裡拿了一… 一把小魚蛋 一隻 小魚 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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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一支 是一支 是一支 不是一支 這個太可惡了 我才會這麼氣嘛 這首我很想唱 真的嗎 是 已經分手的男朋友 妳還回來勾勾泥 對 對 把人家追回來 再把他甩掉 抱歉什麼 浪費自己三年的時間 對啊 只會抱歉被生命 對 他現在都三五了 你看 可能每一個人不一樣 我就覺得曾經相愛過 再怎麼樣分手以後 有一天我可以給你的 就是祝福 對 我要你的祝福幹嘛 要不然你要什麼 我當時就是要你啊 要我 對啊 阿嬤 妳現在 在哪裡 妳的兒子 好好聽… 唱得好… 再一首… 有兩支 從未明劈腿親姐妹 吳宗憲未故事下完美註解 妳交往到一個程度 妳就有機會送人家回家 接著有一天我送B回家發現 妳們同一個地址 妳真的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跟一對姐妹交往 當時有一次 然後被她妹妹抓到身心 當時妳的服裝是什麼 就是 你們就知道他們可能是室友 或是姐妹 那邊還是去姐姐家 那叫什麼 妳來接我之類 妳的兒子 妳的兒子 好好聽… 唱得好啊… 再一首… 加油… 唱得比爸爸好 所以我不要養虎為患就是這樣 更換的是吃獅子 養獅子 來 把它抓出來 忘記他了 他壞… 把這個35歲的人抓出來 這個太重了 35歲 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來… What are you 等於是天蝎座之子 不是 天蠍座之子 對啊 剛剛回換天蠍座的形象 對嘛 叫什麼東西 真的是以前 我現在真的不會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被甩得多 那你上升星座什麼 金流 你跟金流有什麼關係嗎 他就金流妹 我是雙子 雙子 雙子 雙子啦 對啦 但現在感情觀有沒有改變 我改變很多 因為我以前會想說 我要比女生早點提婚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一任女朋友 她明明她那一任 就是她明明她一直劈腿 然後她一直讓我在外面等 說好來不來 然後我常常一等 在外面就是一個網咖包台 就是為了她 然後七次不來 一個網咖包台是有多委屈 就是網咖包台好幾個夜晚 就是為了她 你算時間是網咖才算對不對 對 對啊 她大概在等兩個網咖 對啊 大概還要幾個網咖才會來 我已經等一三個網咖來 你去…沒有人這樣 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真的 真的 不要再浪費自己的事 愛情是不能報復的 對 也不要以為自己是偶像 來 最後一枚 妳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有那個 經過跟這位單位惹過故事以後 有兩個要告解 告解一是什麼 告解一是這樣 就是我曾經就是 無意間認識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很強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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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要模仿維銘哥嗎 追… OK 然後就追她 然後追她 你約吃飯 約會怎麼樣… 後來有一天 終於有機會 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終於有機會 可以跟她一起那個… 可能共渡涼宵之類的 對 進一步這樣 然後趕在12點前結束 再去參加我女朋友的生日派對 Oh my God 等於她生日那一天你偷吃就對了 對 我認識那個女朋友的第一個生日 後來你女朋友知道嗎 後來是 我覺得女人的第六感很厲害 就是當她的男人跟別的女人睡過以後 她就知道了 對 因為我曾經就是在3月14的時候 就是… 白色情人節 對 然後那個男生說 我們在一起這樣說好 結果 我說那我們中午吃個飯 她說好 吃完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她馬上說 那我要去譬如說打電動什麼的 我說你要打電動 我們才剛在一起 妳要去打電動 後來你知道嗎 我就是看手機的那一位 我看她手機踩到約翰 那時候之後去跟人家 那個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傷 而且那時候看到簡訊的時候 其實我是哭出來的 我覺得那個已經打得太深了 然後我還看她就睡在我旁邊 然後我還等她睡飽了 我才起來跟她對職 我說妳3月14號那天妳去哪裡 然後她就說我給妳吃個飯 然後我就去打電動 我說我再給妳一次機會 妳去了哪裡 她說沒有啊 我就…對啊 就這樣啊 妳知道那個女生還懷孕耶 好嚴重喔 出人命了 所以茵茵等於只是輸在 就比較不會 我這樣子做一點 做一點就出貴 妳需要… 妳需要… 妳需要跟我們比嗎 不是 現在然後 我氣死我了 她跟你道歉了嗎 她跟我道歉 而且她說就是以後不會 那我當然不要啦 怎麼可能會再要 還誰跟你以後 而且妳知道是她的 就是前女友還什麼的 所以前女友的那幾個 保持聯絡你們 真的是下三爛 下三爛你們這些人 對啊 在下三爛 對啦 對啦 怎麼會在生日或是一些 節日做的事情呢 維銘哥 不…這樣 不要吹氣… 不要吹氣… 不要吹氣 這樣吹氣 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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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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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跟大姐姐 既然大家都知道幹嘛不出來 妳有沒有看到 到那個教會裡面去告解 神父跟妳之間 其實我是看得到告解的人 看得到… 但是隔了這一道牆 代表就是說妳聲音傳遞到 然後上天去 上天派這個使者來跟妳溝通 對 等於神父也沒有資格 控制這個人這樣 我沒有辦法控制妳 但是我可以分析給妳聽 聽聽看 他既然是在這圍內裡面聽到的話 永遠都要帶進棺材裡 不能說出去的 完全不能講 我們這裡不一樣喔 我們可以到處講 對 待會兒我就 這六個爛貨我就PO在社群網站 對 而且…今天有雙子座音音在 大家不用擔心 對 全部都會 等一下就跟大家說 全世界都知道 完蛋了 你這樣子 第二個要告解 第二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你知道小時候 就是年輕體力好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 反正你就發洩不完成經歷 就會同時可能交好幾個 我以為是這樣 我以為是就是 同時大概也交兩個三個左右 然後你交往到一個程度 你就有機會送人家回家 然後我送A回家這個地方 然後接著有一天我送B回家 發現 你們同一個地址 就是室友 整形了 室友 整完了你沒發現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社區 然後同一間 然後可是這兩個人就是 因為你知道 在社會上交往的女生 很多都是英文名字 反正兩個長得非常不像 然後你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長得不是姐妹 很不像的 口味好重喔 不是啦 應該是姐妹 什麼句型 婆媳 很不像的祖孫 沒有 沒有 是姐妹 你真的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跟一對姐妹交往 然後是有一次在姐姐的房間 我在她家 然後跟姐姐在房間裡面 然後被她妹妹抓到生氣 這麼精采 結果咧… 她妹妹就跟她姐姐翻臉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學哪一邊 對 我也不知道學哪一邊 因為姐姐真的很深 當時你的服裝是什麼 我當時的服裝 育袍 我當時育袍 育袍 對… 裡面是一級服裝 裡面就是 沒有 就是 膚色的… 都沒洗 膚色的那一套 就是穿了二三十年的那一套 對… 那一天之後 姐姐就不大跟我聯絡 然後有一天姐姐跟我講說 她要去美國唸書她不回來 然後她就沒有再 要把腦讓給妹妹就對了 也不是 因為在那個月之後就是 因為姐姐妹妹講開了 知道這件事情嘛 姐姐妹妹站起來 所以我也從 不是… 你們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剪影門有多重要 真的 這人要出來 人出來講這種話 是不是 好… 也不在那邊說 來… 來… 好… 姐姐妹妹站起來嘛 太過分… 妳覺得她這個長這樣對 而且妳明明就知道 她們可能是室友或是姐妹 妳還去姐姐家 然後還只穿了浴袍 妳就是很容易被人 但是因為她知道住一起的時候 她已經前面已經犯了 已經很有過程了嘛 可是妳應該就避免去她們家 因為就一定會 就是可能會發生這種 被人家的狀況 我盡量都不到她們家 可是她有時候她就會說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妳來接我之類 妳有一點傷感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對女生這麼好 我覺得文明哥你 妳以後女兒應該會不好過 詛咒人家 她生兒子被騙 妳也過 她是兒子吧 好 三位女生 問妳們最後一道問題 妳們劈過腿嗎 沒有 沒有 真沒有 女生 我跟你講 真的嗎 男生 男生如果做了什麼壞事 就是當天晚上 就第二天 還不要等第二天 當天晚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一定不要看 女生要真的做什麼壞事 就全世界 對啊 連自己都騙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忘記了是嗎 你們 有沒有在感情之內有曖昧 真的沒有 怎麼可能 音音沒有 怎麼可能 妳雙子怎麼可能 妳有 算是有 音音敢做敢當 算是有 可是沒有怎麼樣 對 曖昧就很糟糕 曖昧就是一種外遇 但是我們也沒有碰面 就純聊就是Face style 而且有時候反而是有一種 例如說可能跟前男友分手 或是說跟男朋友吵架 是有時候想要 但其實心裡還是很愛她 我們也是啊 我們也很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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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用語言 來… 維銘哥去… 怎麼樣 你要不要換你去 在後面 去後面啦 去告… 來 最後一個人 有30秒的時間 對女性同胞 誰收人 來 瑋瑜 瑋瑜 我經過這麼多的歷練之後 我發現女人 永遠都是比男人聰明的 而且我們確實也很感謝 從這些女生身上得到 該有的知識 因為男生永遠都很幼稚 因為這樣 我要感謝這些所有女生 讓我今天能夠成家立業 有一個完好的愛情的價值觀 謝謝你們 來 三座 對於我以前的不成熟 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其實覺得每一個女生 就是她們愛到了 確實是會付出所有 但我以後 也會好好的珍惜這一個人 就是珍惜愛我的這個人 我會給予相同的回報 然後以後會好好珍惜 我不會再做錯事 在真友是不是 好 來 比死分歸改 來 詹維中老師 詹先生 沒有 因為年少 因為過度的自卑 身材不好 也曾經被拋棄過 所以藉由很多女孩子 來肯定自己 來催眠自己 自己是最好的 過程是有點卑劣 無恥下流 但婚後還是怎麼樣的 忠針 針對自己的婚姻 這一切的行為 都是因為過度自卑造成的 所以我勸身材不好的 長得拐瓜裂爪了 也不要因為自己長得不好 陷入這個孔散 愛情特別 一定要痛定失痛 愛情要專一 來 阿虎 Tiger 其實那個人不輕狂往少年 以前難免會做錯一些事情 不過現在已經 就是如果接下來未來面對到 每一段關係 這樣解釋沒有比較好耶 怎麼膩了 沒有比較加分 聽我說 也就是說我現在對感情是這樣 如果我現在要抬斷感情 我一定會認真談 以前犯得錯以後不會再犯 對 然後 出道黃河淚不甘 來 阿虎 因為我以前就是太執著於感情上 所以說因為投入太多 所以也就對了越愛 然後後來就越恨 但是現在開始就是 就算自己得到不好的回應或是幹嘛 然後也不要讓自己的心 只是因為感情而左右 所以我現在會把感情看得 沒有像以前那麼重 但是會更在乎這個人 對 來 維銘哥 對於自己過去 老實說對當事人 你其實都已經交代過 我除了對當事人該交代 我沒有必要對任何人交代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成長 都是來自很多的錯誤 這個教訓我記得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犯人這樣 帥喔 可以啦 原諒他們 來 最後還有一位要告解的 來 把麥克風給阿咪老師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沒有要告解啦 沒有… 男神的復仇 嚇死了 男人如果真心要告解 有時候三天三夜都講完了 真的假的 還有喔 女人也是好不好 女人也是好不好 現在是怎樣 下次再吵… 下次換女神告解… 女神告解 你看我不怕 沒有啦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是不會來錄的 沒有啦 女神在告解啦 那就下次找了 好啦 好…OK…下次說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我 下面他們下次再見